有志,弃祖宅,若有红诗,文痕,则祖宅被人分,从前资本家及地主子女均有此相,梅棱谷高,家人有人进过派出所,天仓低,钱总是不够荒,于尾有文,不论男女,小心二次婚,于尾有文的,有些文的,宫二十五文的, 写文的,写文的,有文的,小心二次婚,上下尺呢,如果是上下尺,中间凹下,家中必有凶死的人或残疾的人,梅棱谷高的人,家中有人进过派出所,天仓,这个部位如果是低的话,钱总是不够荒, 家中,就是上下尺,中间凹下的人,家中的必有凶死的人或残疾的人,其原因是住宅两处高,中间低所致,上下尺,中间凸出,家中必有绝门的人,其原因是中间高,两处低所致, 鼻梁棱,鼻梁棱,鼻梗鼓高者,家中必有顶门,顶门,跳门和招亲的人,嘴唇有眼人,家中必有扶毒的人, 鱼尾有树纹 身向下方 家里必有凶死的人 男左女右 眼住 眼得住呢 肿胀者 毅然 人中属一线 或有内包者 家中有养子 天庭饱满 地阁窄 得不到父母的遗产 招勤活给人顶门 孝宝短的 多婚姻 不顺活的再婚 以上决断的 慎准不可忘传 明哲自保 怎样从首相上断 杨戴几处 搬过几户家的 独 像法秘诀 从首相上断 杨戴几处 请看的首相 前宫部位 前宫部位呢 有几条清晰 横文既有几复洋宅 那么搬过几户家 怎样断呢 人搬过 家多度是随着 事业变种而搬家的 所以此文主要结合 事业线来综合来断 首相搬家文多 及搬家的次数多 从首面向上断 阴宅风水 阴宅风水密法 怎样从面向上断 坟营地好坏 及几处的向法秘诀 看坟营地哪里看 山根永木 发极边 白色光亮 风水好 清晶 暗线 有破变 得天地之气 则望 得风水之气 则发 新旧风水管三代 爷爷 积孙 宝为真 山管人丁 水管才 缺少一让受寒 贫寒 看气色要远看 静看反而不准确 则风水之地 则风水之地气 则虎肉起 塌陷者则失风水 及风水遭到破坏 有气发不休 无气发中才 日月角有气 则方圆 无气塌陷 父母有难 梅若有气 福而秀 无气粗 反兄弟抒情 人中有气得身长 无气平平 则子孙很难 心就风水上下看 鹅鼻人中地葛餐 得风水之气 后代望 色恶暗制 后代衰 死后寄存 没下葬 子孙无力 全者暗制清金莲 全者气色暗制清金莲 鼻头气色为土质 鼻头的气色是 分音地的土质 三亭一线 仔细推 鼻为阶穴处 鼻高 闻在高处 如再有两全拱起相护 及青龙白虎相拱 口方而道 地葛为起 即前有兆 有名水 江河 作案有扶巢 鼻在枯黄 土质干燥 色暗土质湿 有官有才也 从面向看风水 当把鼻子视为阶穴处 两全为青龙白虎二山 两二如照 则青龙白虎二山 无破有利 两二若耸 则死山破矣 法令文可视为沟路 嘴可视为河流 嘴方海韵 天庭气润 前方有江河之水 明水 嘴干地葛灶 可视前方之水 或池塘之水 暗水 地葛偏上之文 可断 移过坟头 地葛这 偏上这 一个文 如果是有这道文 说明移过坟 我坟硬帝处 地呢 两处 是佛号 我坟硬帝有两处 天庭处的山林文 天庭处的山林文 为坟树文 山林这有文的 为坟树文 几坟 几文的便有几个坟 人中鱼尾 鹅文 可断坟硬帝的坐项 那么我们看看 怎样从面向上 断坟硬帝 项口方位的 项花秘诀 学员们呢 断那个 坟硬帝项口 不是一千片一律的 因人有牵象 牵象牵面 牵面牵坟 所以每个人 都是不同的 如果只从一点来定呢 来论定 有不同 不周之处 我在给人家 断阴帝风水 项口 都是从 人中鱼尾 天庭 俄文来看 人中的偏斜方向 人中的向哪方偏斜呢 即为坟像 人中偏左 坟呢 坐东南 向西北 人中偏右 坟呢 坐东北 向西南 俄部三才文呢 也可看坟像 如三才文不断 为千三连 即坐东北 朝东南方向 天文断呢 天文断呢 为对宫文 坟呢 为东西向 作东 坐西 朝东 坐对宫 向正宫 三文呢 兜断 为坤宫文 即为西南向 因为这应该是坐西南 坐西南 坐西南 朝东北 天地文 断 为坎宫文 即为南北向 与此类推 第三呢 从 渔尾处呢 可断坟像 怎样从首相上看两处坟硬帝的效仿秘诀 薛儿的基础片呢 已经见过坟硬帝不在一处的两种符号 在本间的如某军手中 批文有所是符号 祖祖坟不在一处 或爷爷奶奶去世后呢 没合纳的一起 即为拼嘴 这里我给大家讲的就是 如果某男左手批文 长有此符号 祖自己和自己的兄弟 姐妹之中的必有离婚的 如某男右手批文 长有此符号 祖妻子的兄弟姐妹之中的必有离婚的 女则反抗 持招很准吗 你们细盐 另外呢 银宅赚瓣小记 龙虎头上埋一份 死的死来贫贫 前后左右若舍文 定住贝贝出绝门 坟前如牛草 断子又绝苗 左高右低 贝贝客期 明堂有横杀 必定出哑巴 血后大坑 必绝人精 水破天心 水步行 败财伤人士不听 明堂如锅底 富贵谁能够 明堂如龟己 贝贝子松如主流离 凹坑藏一份缺少带孝人 大头来水发大人 小头来水发小字 长生相知 知之方 帝望相读一秒 桃花相 离婚朝 坟坐人山 紫山 鬼山 水出庚方 有方 甲方 则无后代 古银十年看一帝 三年典一学 阳宅看一街 阴宅看一专 福地 福人居 天命之词 人地难为 好的风水 不亦乱 移 移则散气 不良的风水 如家里走坟 埋了几十年 财运事业不佳可以移动 活 有某家一离婚就有好几个离婚的 可动 或有钱就有事的 或灾祸连连的 可动 阴宅坟营 如阳宅 忘记 如移落成 即跟环境构成一体 如风水不好 如不移动 只靠化解破解 难以奏效 所以我主张 如原地风水不好 必须另选以风水保地 移植为上 纸上谈兵 永远妥离实际 血阴宅风水 如不随时勘察 孔南学经 关于手面相 看风水之力 就讲到这里 下面我们开始看第十六章 安徽相法 密传 体相断法 就是断身体 你的相法 首先看发相 密发的人 头发密密 路难分 昏昏沉沉度过一生 自己没主见 做事彻底实干 性格制拗 持有野心 但难达愿望 终究没人 被人利用 子女多 且必有出息 但头发浓密 而且很黑的人 做事 有条理 很有智慧 懂得发挥 自己的长处 有理想 有报复 是典型的 事业型人才 那么 西发的人 朗朗兮兮 聪明子 必有文才 有志气 好坏分得清 言语难得 露出口 有诚服 用心计 逐一多端 畏首畏为 但是畏首畏为 四面八方 吃得通 子孙少 担忧多 打单身 南克七 吴克夫 喜欢把事情 清理得很仔细 缺乏力气 缺乏气概 和宽容心 粗发的人 粗发性如宗 性可傲慢 倔强 好胜心切 体质刚健 性情直爽 暴躁 待人诚恳 政治忠厚 受众人尊敬 受不得 祖业财力 饮食不分 精细豪酬 容易得罪人 一被人欺骗 得不到妻子温暖 对朋友总是以其相当先 光明磊落 不会玩弄小聪明 并且呢 是很好的 患念 患难之交 细发的人呢 感情丰富 半世细心 耐心好 性格温柔 气质优扬 体质柔弱 上下尊卑分明 尊老爱幼 为人狡猾 心计多 弯生 弯发 就是说的是那种 天生卷发的人啊 弯发是 通明子 性格温和 财路四方通 自己不保守 子女多优 妻子贤良 白手成交 子孙绵长 头发自然卷 这种人呢 一般都有很强的个性 喜欢表现自己 常常给别人带来一种 意想不到的惊喜 头发烧粗的人呢 做事呢 很勤奋 对待工作呢 认真 对自己本分内的事情呢 具有很强的责任感 那么我们看脖子相 脖子的宽度 所谓脖子的宽度 就是指脖子 从正式看上去的粗细长度 在相学中呢 推崇脖子 应以风源坚实为佳 所谓 所谓呢 风满 风源坚实 是指脖子 首先要饱满 圆润 肤色以光润 亮泽为佳 此外呢 脖子上的肉呢 要有一种坚实的感觉 有这类脖子的朋友呢 往往在财运上 有不俗的表现 是不太费心劳累 而收获不错的类型 家人的财运 情况也会随中呢 随着呢 有所增加 因此呢 全家人在财力方面呢 有着不错的表现 让别人看上去呢 是比较富裕 祥和的家庭 反之 如果说脖子过细 过小 并且由一些脖肉 松弛的话 往往呢 在工作上 想要取得成绩 要有一定的困难 此外呢 有这类脖子的人呢 脖子的朋友呢 往往在生活上 往往在生活上 也容易 出现的怨天尤人 和自暴自弃的 不良消极情绪 对于个人的发展 有一定的打击 因此要多多积极一些 以乐观的开心态呢 面对人生 方可有所转变 第二呢 我们看脖子的长短 脖子的长短呢 在相学中呢 要因人而异 其标准主要是看 每个人看个人的 胖瘦程度 胖瘦情况 如果个人身材较胖 则脖子以短一些为佳 如果个人身材偏瘦 则脖子以偏长一些为佳 但不可过长 有以上特征的朋友们 往往在工作方面呢 顺心的事情很多 并且呢 有机遇 贵人的到来呢 能而促进自身事业的发展 使稳中有声的类型 家庭温馨和美 在做出重大决定时呢 更容易得到家人的支持和协助 因此在个人发展的过程中 蒸蒸日上 反之 如果胖人脖子偏长 瘦人脖子偏短 那么呢 这类朋友呢 往往在工作生活中呢 遇到的不如意 不顺心的事情较多 并且还容易易于他人间呢 产生争吵 矛盾等不利的事情 因此要格外注意 以防因这些事 因这些呢 而恶过上身 除了这些评判 标准之外呢 如果个人的脖子有过长的情况 看上去与身体比例 极不协调 则这里的朋友呢 往往嫉妒心较强 不利于与同事朋友之间呢 打成一片 因此呢 要多调整心态 可以化解人员上的困境 第三呢 我们看 脖子上的肌喉 肌喉呢 是指呢 脖子上 是否呢 有喉咙突出的现象 这一条呢 判断 对于男生来说 更有实用价值 在相学中认为 如果脖子上有肌喉 特别是肌喉 非常明显的话 是一个不利的情况 对于胖人来说 如果说有接吼 会更为不利 更不利 主要表现在个人的发展 是常常遇到出现 困住和停滞的情况 遇到的烦心事 可能较多 此外呢 在财运方面和健康方面呢 也略有欠佳 容易招致破财 和疾病血光的到来 因此要小心提防 切不可忽略了这些 反之 如果脖子上没有接吼 脖子接吼 微乎其微不明显 那么这类朋友呢 往往在发展时呢 较为平坦和顺利 即使偶遇困住 也可迎刃而解 因此在人生发展的过程中呢 稳定顺利 在健康和财运上呢 也有不错的表现 第四 脖子的协调 所谓脖子的协调 主要是指 脖子与头之间的比例协调情况 如果脖子与头部之间的比例 相应适当的话 往往这类朋友的运气呢 往往不错 在工作事业中 机遇和运气 往往决定着事业的发展 因此 如果善于及时把握 在事业上的 把握机会 在事业上的表现非常良好 容易在自身的领域中 创出一份 教人的成绩 使大家学习和羡慕的对象 此外呢 这类朋友呢 在性格而言呢 比较稳定和冷静 在一些突出情况时呢 能够理智处理问题 而是问题迎刃 迎刃而解 因此呢 有拯救到底的本事 是赢得他人信任的对象 反之 如果脖子与头部的比例失调 出现了明显的头大 脖细小的情况 往往在财运和健康方面 容易出现一些破损情况 在生活中呢 容易有入不敷出的痛质情况 和身体疾病的困扰 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呢 要节俭一些 注意保具实力 在身体方面方面呢 要多注意身体健康 以防在身体上 因小失道 而后悔莫及 以上事情呢 有关脖子在西洋学中的 评判标准 都是作为基础 和容易被大家所 掌握和接受的 因此希望这些评判呢 会给你大家有所帮助 脖颈长 是野心家 能挣钱 不攒钱 脖子在体像学中呢 通常意味着权力欲 支配欲 进取心 如果你的脖子 脚长 一定具有相当 完成的性质 爱出风筹 由于自己很努力呢 所以你的财运不错 但是你挥过的欲望呢 让你的金钱 难以积攒下来 胸部微微下垂者 更务实 女性胸部呢 微微下垂呢 男性胸部呢 有点肉的人呢 会比较朴实的 会有的比较朴实的金钱观 总能利用比较少的金钱呢 获得相对较多的物质回报 但是 不爱绕弯弯的个性呢 也会让你呢 不太适合做商人 也许股票 保险等投资呢 才是你的发财之道 肘部有窝的人呢 是行动派 肘部带着你的行动意识 如果伸直手臂 用另一只手 能摸出来肘部有个 指头大小的窝 说明呢 你是个见到挣钱的机会 就马上争取的人 如果能约束自己的不当冲动 你获得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 肚腑平的人呢 靠财气变富有 肚子平的人呢 相对会有较高的智商 充满艺术才华 你会有很好的财富运 你的创意和想法呢 帮助拒来大笔金钱 不过内心深处 喜爱 刺激你 很可能因为某件事 把大笔金钱一次性投入 弄得血本无归 臀部靠视本钱足 臀部是否厚实 有弹性 代表了你是否有发展的 发财的本钱 本钱不仅指 普通意义上的金钱 还包括你的智慧 运气 以及健康状况 拥有丰满的 臀部的人呢 通常活力充沛 活力充沛 有非常好的金钱运 小腿长呢 善经营 小腿修长的人呢 容易表达能力非常强 能够找到别人的兴奋点 缺点是人缘不会太好 你的财运呢不错 但是有可能飞上各种梦笔 男人手小抵腕金 女人手小能抓钱 女人 只长能抓钱 大多数人们认为 手指越长 越细长 越好看 一个女人如果拥有 拥有呢 鲜皮 修长的手指 财运通常不会太差 不过 不用带过操心 不用太操心 就能过上好日子 对男人来说言呢 脚小的手部和 云衬的手型呢 反而能带来 大量财运 如果手部 肤色微红 肤色微红 正是大富的象征 四肢肥皂的人呢 会经历财运大风波 四肢肥皂的人呢 喜欢事事争先 注意控制好自己的欲望和守着 否则可能会引起不满 失去帮助 有这种体相的人呢 不要奢望得到贵人相助 一切都靠自己打拼 你的个性决定 某个选择可能让你一眼漏腹 也可能让你马上变成群光蛋 腿型是修长腿的人 指的是腿部修长 但并不一定是标准的腿型 其比例有协调和不协调之别 比例协调呢 感情运势好 会因修长腿呢 而带来美好的感情 但是自己 则难免会有花心的出现 这种人呢 比较挑剔 追求完美 婚姻会因此而变故 而修长而比例 而比例不协调 则运势会比较反复 婚姻较早 感情多变 这种修长腿呢 往往会带来桃花之灾 而整体就修长腿的人而言呢 通常异性感不错 总是为感情奔波劳苦 在性情上比较交动 需要男人的呵护 男性腿修长 做事虎头蛇尾 异性远好 而财运呢 反而有损 萝卜腿的人呢 指的那些呢 脚脖子很细 小腿度却很大 不成比例的人 从正面照进的就能分辨 双腿呢 并拥的看着小腿度呢 是不是向外撇得很明显 通常 萝卜腿的形成呢 在于长期做跳跃 或点脚尖的动作 使小腿后侧的 非常肌呢 过度实用 而僵硬回到 萝卜腿的人呢 在感情上 对另一半呢 体贴关爱 付出时呢 任劳任怨 不过这种比较差的腿型呢 在感情生活中呢 常常因为自己的腿型 带来坏运 而被甩 萝卜腿 又叫O型腿 医学称为 膝内翻 一般无自觉症状 外观很容易辨解 两脚并拥后呢 两腿之间呈现O型空隙 症状越明显的 两腿之间呈现空隙越道 与此相反呢 是七外翻 即外包子腿 又称X腿 罗车腿呢 感情生活上呢 亦因此而受影响 自身情感的比较冷漠 心眼小 而外包子腿呢 则性情开放 感情生活呢 比较放得开 男性外包子腿呢 做事认真 有气派 能率动 他人 这两种相呢 都是一种腿型病态 整体运势也不好 因此应该注意 进行矫正 肚包腿 即腿肚上有包 其中销瘦型腿上有包呢 异形员比较好 但是 女性 常有 被玩弄的情况 在感情上呢 比较被动 不主动出击 性生理呢 比较冷淡 而肥胖性腿上有包呢 则是雪上加霜 肥胖腿本身异性 缘愤畅 就是感情上的 常败将军 女性结婚后呢 也会拖累丈夫 如果肥胖 且小腿肚上起包 这运势呢 会因为自己的腿 而常不如意 婚姻感情畅 女性亦被玩弄 男性婚姻难 男性的腿要粗壮有力 有情感 有骨感 这样的腿呢 异性亦好 且能增强好运势 能立足 而世界有成 下面我们 这个十六章 安护相法 密传体相断法 就断完了 下面呢 我们呢 看第十七章 密传各种意外 伤害断法 意外伤灾祸呢 是指刀伤 枪伤 天灾伤 车灾伤 水灾伤 火灾伤 产恶伤 受咬伤 跌伤 毒伤 及偶然的牢狱 现象等灾祸 为意外灾祸 及其 伤灾主要在命宫 及其他流年不畏 气色的门腾来看 第一个就是主要看的 就是命宫 也就是说印堂 在两枚之间 一档玄真文 双雀文 八字文 川字文 危险文 血汪文 交叉文 天罗文 等意外灾祸之不良文理 印堂呢 若有玄真文 行其克子上自身 此文靠上 克父母 此文向左 先克父 此文向右 后克母 男女相反 此文居中克兄弟 此文靠下克子子女 若有横文来截断 腹肌不分离 也必克死无疑 硬在二十八到四十三岁之间 另外呢 山根有横文呢 一道横文 一四大灾 两道横文 两四大灾 有疾病 车灾等等 粗文 伤害重 细文 伤害轻 印堂有两道距离相近的树文 宁双雀文 不好 主性太刚 异出伤害之势 再如两道树文称八字形 八字文也不好 主方夫 四十岁 四十岁的时候呢 胆多灾 两道树文呢 不等堂呢 为行御文 亦有牢语之灾 但行御文如尾部有枝文 可风凶化极 印堂有三道树文 名川子文 川子文呢 主一生之中的一切大起大落 白手提交 夫妻不合 终年多灾 亦突然而亡 同时呢 又主性情 性格的刚强 夫妻不常在一起 夫妻不能商量事 一商量事就意见不一致 是一生多难 亦闹离婚之文 那么第四个呢 看伤灾文 应当以印堂为主 山根年寿为极恶功 应当侧重看 有应该看一看 侧重看 由门寝入命宫 自幼向左寝入 主自身脾气不好 亦伤害别人 意味着女人打架斗殴 而伤害别人 自左向右侵入 是被别人所伤 我注意了 鼻翼虚文 封鼻嘴 危险轻孔 五四零 应在二十八 二九 三十八 四十七 五十岁 要特别当心 鼻上若出现血纹 或者赤筋 风 细锐 绿色 如雪 如有血光 受大伤之灾 灾即 微生命关头 比其呢 在鼻子上 黏上 瘦上 如一笔在 小细纹 交叉纹出现 则主腹部 亦有手足之灾 一马 我额头 有许多杂乱的 藤纹 名天罗纹 客夫 伤子 自己有伤害 我多灾 眉上有纹 通 下眼尾部 有车祸 地阁有屈纹 足有水灾 眉头有疤痕 质 足有小玉子灾 面相流年 气色很重要 可看何时伤害 再结合流年的 部位定夺 判断意外 灾祸 很准 两枚间 即命宫 有赤色出现 玉石 将有观送出现 同理 枚上有薄黑 薄赤色出现 即有大破 财之灾 第二 青黑之色 如在眼下过 亦突然暴击 或有灾祸 若是常人要担心 若是司机 别出车 眼珠内显红色点 近期又要有小玉 加身之灾 法令文若不对称 要有违法的事情发生 法令文显示小窗 定有口说是非 会受莫名人的打势 打击 有苦难言 倒霉 透明 法令文校部显暗色 会有秘密 匿名 控告违法 知事发生 意思呢 印堂清自身灾 若不孝福 损钱财 印堂白孝福来 家中无事 六亲灾 印堂黑 见凶灾 近期有危害生命的 知乎 印堂与肤同气色 主近期无伤害 那么怎样从手面向 转具有牢狱 及灾祸的向法秘诀 五指根部 树蚊穿 必有意外伤亡剑 穿破拇指 父母灾 穿破十指 兄弟灾 穿破中指 自己灾 穿过无名指 配偶灾 穿破小指 子女灾 无指 伤残 必有此 包括 串九宫 前宫上 有文呢 上离宫 父亲 母亲 不贵命 前宫有文呢 上镇宫 诸父母受雷击 前宫有文呢 上坤宫 诸兴七 又来克辞 前宫有文呢 上庚宫 诸破财 又有水灾 前宫有文呢 上坎宫 企业背包 走他乡 掌心明堂 黑气线 要有威命 获释生 镇宫清暗 新行结 迅宫清暗 大破财 离宫清暗 防盗灾 昆宫清暗 阻死亡 队宫清暗 阻大惊 千宫清暗 不吉祥 手有川字纹 横文有破财拙 新闻的当年有伤害 百个之中 无一错 意外伤害哪里看 流年气色 闻痕见 相面之前 看山根 山根最怕起横文 头到横文 李祖宗二道横文 李六亲 印堂若有玄真文 行其克子 伤自身 印堂若有八字文 四十之前 灾来临 印堂若有川字文 中年有灾 意图死 印堂青 自身灾 若无孝福 属钱财 印堂白 孝福来 家中无始六亲灾 印堂黑 见凶灾 尽有凶灾为生命 印堂与夫同 尽惜无伤害 印堂黄 喜事来 若无嫁取 定来财 若有邪文 请命宫 左请命宫 伤害人 右请命宫 被人伤 清灰之色 眼下过 突然报名火车祸 若是常人要当心 若是司机 别开车 眼中黑气 家不宁 赤色观灾 轻丧肤 眼珠内线红色点 进击必定进牢门 印堂行狱 有黑志 一年必定牢欲灾 法令文 若不对称 必有违法事情声 法令文 显暗小窗 定要口说是非声 会遭莫名人打击 有苦难言 倒霉 法令文 下巴 疼暗色 会有匿名控告 违法事件的发生 鼻翼 驱文 破鼻准 危险惊恐 五次灵 二十 二十九 三十八 四十七 五十 这几年要当心 代表自身 自己本身的为印堂 印堂直平原有光 两眉不受寝致大吉 说明容易达成自己的理想 即两眉毛相连寝致印堂 即眉毛横生竖长 即纹理刺破 印堂横断一生有致难伸 命运多坎坷 印堂有血丝或红点 亦有口舌是非 重者牢狱 黑枯涩 火的灰色与重疑在身 青色 青色有祸事 白色父母或兄弟 妻子有凶伤 黄色有意外知识 第十七章 密传各种意外伤害断法 就给大家讲完了 下面呢 我们呢给大家讲第十八章 密传各种气色断法 那么观气色呢 观气色呢 讲的是就说是 咱们就说是 观气色呢 就是说在秋冬两季 天中起黄气 其人呢 财源广进 天宅起黄气 其人财源广进 天宅起黄气 其人家业兴旺 三十五日内 有财自南方来 天仓地库 起红气 财源滚滚来 山林为 其子气 其人在战场上 立了大功 在四十九日内呢 容身高官 观气色在秋冬两季呢 天中起黄气 其人财源广进 天台起黄 天宅起黄气呢 其人家业 情况三十五日之内呢 就财自南方来 天仓地户 起红气 财源广进 山林 山林部起子气 其人在战场上 立了大功 在四十九日内呢 容身高官 一马为呢 其子气 任命输 不日即到 很快就到了 鼻头至山根 印堂 直到天庭部位 呈现红黄 光彩 其人在二十一天 至二十八天内 有发财之喜 鼻子色泽 光明 黄明光亮 此人财磊双前 财磊双全 额上发生 带状的黄色 其人呢 官禄将升迁 黄色像三猪一样 一样的 点发在印堂部位 在官者一定升官 加值 不在官者 也会喜得横财 黄色发于眼上 和眉柱 将得意外之财 黄色发于眉下 有财法 黄色发于眼角 鱼尾柱和天仓上 和天仓上 形状像铜钱一般的 在官升官 百姓得财 高广处 黄色像细丝一样 掀起 百日内当作某方面的长官 印堂至山根 笔准至中正处 黄色像真物一样 盘旋出现 将被国家召见 为以重任 将被国君召见 为以重任 而孔柱 而孔柱发出黄色 像卧蝉样的 和贤紫色 当年一定功名 功成名就 仕途 腾通 黄色显于印堂而光润 七天内 加官尽职 君职者 受名为将军 印堂连龙宫的部位 由黄色而光润 七天内加官 龙宫连子女宫部位 显出黄色 三日内 奖得钱财 天中处 呈现出一寸长的黄色 直至 第七天 当上总理和部长之类官职 布衣者也能当官 黄色显在高广部位上 发向东 一向东做官 高广部有黄色者 参加考试一定考中 尔门前学堂处有黄色 软官可加官尽职 武将则 则大财 边地处及尖门处有黄色 七日内将升官将升职 并将受国军享赐 日月节有黄色 财源广进 笔准上发出烟月形状的紫气 将加官尽畏 天中处发出像垂舟形状的紫气 百日内将有加风 妇人若在天中左右发出点点如花的紫气 其夫将成为高官 而做高官夫人 一马处显出赤色 为官者将在三日之内 三十日内加官尽职 地库左右显出赤色的官员 当升官要到那远处任职 山根处有铜钱一般大的赤色 三十日内当任三平以上官职 武库卫发出重型的赤色 百日内被任命为文武兼职 天门处有七赤色 二十日内有拜见国君之喜 兽上部位发出赤色 色纹如乱丝 当任监察部 监察部长之之 印堂部位显出红色或紫色 定加官升职 印堂上有红色 科考可近 可近视极力 山根处有红色或紫色 当升官而近职 颧骨部位有一寸长 较明显的红色 八十日内当着接受官印 主掌重贤 一马上有红色 也可升官就职 眼镜及颜角 于尾处有红色 因有多祸之功而升官 天柱骨上有红紫色 其人若有大官呢 宝举将不拘资历而越积升官 正面如有红黄色显于地位 当任国家高官 天庭处有紫色 将升官 面色黄明 五月 颜色光亮 气色合运 神气飞动 气宇轩昂 双耳 额 鼻 口 五星 朝骨相应 耳目 口鼻 四读端正 完好 无所请测 表示上金心强 能够成就事业 脸色光亮 润泽 说明官运发达 脸色红韵 黄明 说明财运发达 大千世界 云云众相 可不相同 那些长有一相之人 拥有大福大会之相 如龙准 龙虚 虎头虎精之人 如如明珠 藏于海底 一旦时来运转 就可相 就必将大放光彩 人中交文 逆水招魂 人中的有交文 逆水 逆水招魂 鼻大 孔小 老语之灾 拥有恒文和欧文的 青壮年上期 四可探 福音加 你加 有难 必须小七 婚才汉 考上学校不支持 不是哭己 哭别人 反应 姨 姊妹少 不生子女 最不好 最不好 鼻梁露骨 父子仇 四十四岁 恶事高 眼泪 眼泪 皆黑雾 小人暗害防中毒 眼珠四周 红圈土 离死不远 上堂乡 眼铜赤红 大祸降临 眼大露光 必有心脏 眼珠突鹿 必然凶死 眼泪无水 病矿禄 生死离别 事都有 不罪及自罪 满面浮肿 死期已到 使者七天 面相看爸看手相 伤害 伤害渐进可全明 五指根部 竖文穿 必有意外伤亡剑 穿破母指父母灾 穿破十指兄弟灾 中指 中指呢 子底灾 无名指指配偶灾 朴指呢 是子女灾 五指伤残 也如此 掌心 明 唐 黑色险 还有 威 命案 获释生 镇宫清暗 必行结 迅宫清暗 大破财 离宫清暗 防导灾 昆宫清暗 主死亡 对宫清暗 主大经 千宫清暗 不吉祥 千宫有文 上离宫 父亲 母亲 主贵命 千宫有文 上迅宫 主父母 破财相 有文 上正宫 父母遭雷击 前宫有文 上昆宫 处行妻克子 有文 上亘古 破财有水恶 有文 过坎宫 弃业 敌家乡 天有川子文 主意外死亡 地文 方块文 牢狱之灾人 玉珠方块文 也为牢笼人 十字文遭横祸 横文 有阻 破财多 清文 事命 有伤害 十个之中 无一措 解析 横文 十字文 清文 方块文 多为伤害文 周有 灾祸 横文 阻力 不顺 或者破财 那么我们看 十八章讲完了 我们看十九章 安徽相仿 整体相仿秘诀 看相呢 我们说看相 是从整体上进行判探 相不读论 各方面的条件呢 相互参照对要 相互参照对月 参阅对照 就是我们以前讲的知识呢 把我们以前讲的知识呢 所学的知识点 综合来运用就可以了 这就是秘诀 把我们所学的知识呢 综合来运用 这就是秘诀 方能得出准确的结果 经过 相信大家 经过长久的练习呢 大家呢 一定能够达到一个 比较高的证件 下面呢 我们简单的就是 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就是说 这几个像 这几个像呢 就是说 也是我们从整体的去看 大家呢 可以转练一下 自己的眼力 整体的去看 那此像呢 父母双全 因为天 天地 都比较 就是说是比较秀丽 天高为父 地厚为母 天地呢 都比较秀丽 双眉呢 也比较秀丽 热脚呢 也没有明显的塌陷 所以说呢 父母双全 而且呢 父母的健康都比较好 那么父亲呢 兄弟三个 从额头呢 额头 比较宽广 比较广 另外呢 就是说是 他这个 耳朵呢 在全顾上面 耳在全上呢 一般的就是 最少的是 兄弟三人 兄弟三人 再加上呢 就是说额头呢 就是根据额头的气势 再加上眉 再加上这个耳 耳上一拳 那么就可以判断 父亲兄弟三个 父亲排行老二 一般的这种 额头的形状呢 父亲都是排行老二 本人呢 兄弟二人 根据眉毛 全顾来断 本人兄弟二人 上面有一个解决 上面有一个解决 全顾这 六千个比较粗粗 说明有一个姐妹 有姐妹的 但是 那个眉头上面 比较淡一点 上面有一个姐姐 本人兄弟之中啊 排行战老道 根据眉形 笔头 笔头那个形状 笔嘴 战老道 子女三人 子女三人 印堂容二指 印堂容二指 必定有二指 印堂容二指 必定 三银三杨起卧谈 头天女儿 正当先 头再是女儿 第二天 第二个儿 第二个孩子 第三个孩子 都是儿子 此人山根烧低 准头丰满 菜运充足 但是呢 做誓言的诗呢 好像爬楼梯 因为山根呢 不是太高 咱们讲啊 就是男人的山根 男人的这个这个山根 越高越好 女人的山根 不需要太高 太高了就是荒夫了 这样的 这个这个山根有点低 所以说呢 41岁会破财 门羊不正 门羊有点不正 右门羊呢 有点损 有损 年寿气色发暗 说明呢 妻子呢 有病在生 妻子呢 肯定身体不健康 这是肯定的 再看这个例子 本相呢 就是兄弟一个 眉比较浓的 大家记住 眉比较浓的人 一般的兄弟眼泪都不多 眉比较粗 比较浓 比较短的 比较短的 一般的就是兄弟一个 而且眉头发大呢 上面有一个解决 父亲28岁时去世 父亲就是说是 他根据这个 咱们学过的知识 就可断终 综合断终 父亲28岁时去世 母亲上健在 本人有两个儿子 有两个儿子 山谷高 三阳 这个也比较宽 三阳比较宽 可以拥下两个儿子 耳高一拳 这个也是耳高一拳 而且耳朵比较大 父亲兄弟四人 少年运气比较艰难 少年运气呢 比较艰难 自29岁开始发育 以后呢 发展的较为平稳 唯一国家干部 不然不到 但是也是一个国家的 是国家俸禄 两全的饱满 风营 气色绝佳 有一定的职用 做出了一定的业绩 你看这个人 本人呢 兄弟一个 这个人就是兄弟一个 父亲去世 父亲去世 利用咱们学过的知识呢 咱们去看一下 一儿一女之命 一儿一女 三阳 三阴部位呢 三阴三阳的 抛下去了 说明呢 有女儿 因为肯定有女儿 印堂呢 比较宽阔 比较就是说 饱满 说明了有儿子 一儿一女之命 小狮子鼻呢 发运在冬年 两儿反锅 两儿反锅 两儿反锅的必相形 就是性格比较极劲 就是那种 就是说 做事雷厉风行的那种性格 比较极劲 做事雷厉风行 本人呢 是一名警察 也比较适合他 目前的36岁 就是对战 那么安徽向访呢 高级实战教程 高级实战教程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如果大家发现 有哪个地方 讲的不到位 或者有任何的疑问 可以随时呢 向我咨询 感谢大家呢 收看本课程 再见